第六百二十八集 一句话,把个白浩尘给问得没了话,嘴巴张张和和好几次,才勉强记出一句话来 那该怎么办?我只知道你的娘亲已经过去,那你父亲呢?要不我们把他请进府来,或是我给他买个宅子,让他住在京城 美国,甚少听你提起过你父亲,他在什么地方啊? 美国低下头,眼中泛起一层雾气,但也很快就散了去,他告诉白浩尘 我父亲在很远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可就算活着,你也没有可能把他接进京里来 他把头抬起,眼中哪里还能见到雾气,依旧是那副冷冷淡淡,寡情寡义的模样 白浩尘想跟他说自己是真心的,可是美国没给他机会 因为郭家的下人已经跑了出来,到了他二人身前先行了个礼,然后道 白大少爷,真是对不住,老太爷正在处理军务,不方便见客,请您改日再来吧 白浩尘下意识地就看了一眼美国,果然,在美国的眼睛里看到了浓浓的讥讽之色 他不甘心在女人面前丢脸,便追问道 那我要见旧老爷,三位旧老爷总该有一个有空见我的吧 再不济,我就见我的舅舅和姨母辈的,反正不管是谁,今日我一定要入府 这话说完,郭家突然涌上来十几个护院,把白浩尘严严实实地给堵在了府门外 是才传话的那个下人说 白大少爷,念在您跟咱们郭府瞻亲戚的份上,奴才劝您一句 凡事都得有个度,您得掌握好这个说话的度再说话,再做事啊 否则非但事情办不成,还得惹了一身的麻烦 老将军在府里说一不二,今日他说了不见,就是不见,其他人也不会见你 这个府门今日你注定是进不去的,就不要再徒劳了 免得伤了梁家和气 说完还做了个请的手势 白大少,请吧 白浩尘被说得一点面子都没有,最后还是梅果先上了马车 他这才跟着钻了进去 文国公府的马车从郭家灰头土脸地离开了 这让白浩尘很是没面子 他心里郁闷,愈发地想吃糖 梅果这次倒是没拦着,很痛快地摸了糖地给他吃 就在白浩尘吃过糖球飘飘欲鲜之时 梅果掀了车帘子告诉车夫 把车停下,我下去买点点心 大少爷睡着了,你将车靠边停停,我很快就回来 车夫不明所以,听着他的吩咐把车靠边停了下来 梅果下了车,果然走向了一家点心铺 这家点心铺很火,排队的人很多 因为点心出名,卖得又贵,所以普通百姓根本吃不起 基本都是富贵人家的丫鬟出来给主子买着吃的 排队的人家梅果过来了,有出于礼貌点头示意的 有八卦心圣上下打量的,更有干脆上来与他说话的 一个小丫鬟乐呵呵地问他 你是哪家的丫头 梅果微微失礼 我是文国公府的奴才,是伺候大少爷的 今儿陪着大少爷到将军府探亲 因为没让进去,在外头站得久了 大少爷说有些饿,我便下车来买些点心 这话一出,听着的人纷纷扭头去往路边看 果然看到一辆马车停在那里 车厢外头挂着的牌子上刻着一个白子 这些都是高门贵户里的丫鬟 一个个都跟人精似的 平日里又都喜欢八卦 每每趁着出来采买的机会 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打听八卦 然后回去讲给自己的主子听 逗主子一乐 今日梅果说的话可是透出一个讯息来 于是有人问了 怎么将军府还没让进呢 你们白家跟将军府可是占亲的呀 我说没记错的话 文国公府的当家主母可是郭老将军的外孙女呢 你家大少爷可是当家主母的亲生儿子 这实在亲戚啊 居然都没进去郭府 梅果轻轻地叹了一声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反正就是被郭家下人堵在门口 不管我家大少爷怎么求 说什么都不让进去 梅果的话透着满满的八卦讯息 惹得这些小丫鬟们纷纷猜测 终于轮到梅果买完了点心 临走时他撞似不经意地嘟囔了句 郭军府该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 就是这一句八卦点再次升华 次日清晨 大夜市敲响了白浩尘的房门 砰砰砰的 有多大力使多大力 梅果厌烦地将白浩尘一脚踹到地上 开门去 白浩尘赶紧跑到外间去给大夜市开门 门一打开 大夜市直接就闯了进来 揪着白浩尘一领子就问 昨天你是不是去将军府了 将军府到底出了什么事 白浩尘刚睡醒还蒙着呢 冷不定为大夜市这么一吼也有点急 回话就带了火气 我怎么知道他们家出了什么事 我一头热去给老爷子问安 结果他们连门都不让我进 就这种破亲戚 他们爱怎么着怎么着 我管不着 大夜市气得伸手就要打人 被白浩尘给躲了 这时候就听屋里头 莓果的声音传了来 懒洋洋的 堂堂文国公府当家主母 一大清早的就闯到 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 屋里撒泼 你儿子还一关不整呢 你都不扫得慌吗 就算自己不顾脸面 好歹也得顾一顾 文国公府的脸面 大夜市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 偏偏白浩尘还跟了一句 就是 母亲 我这衣裳都还没穿好呢 您来得也太早了 我问你将军府怎么了 大夜市开始咆哮 他还想冲进去撕了莓果 可是才迈了一步就停住了 不因为别的 就因为自从莓果搬进服席院后 他就没在莓果这儿讨着半点便宜 每次气势汹汹地到了 都是灰头土脸地离开 这让他想起他被白星炎冷落到下堂的那段日子 也是没果照顾他 他就是从那时起才知道 国公府里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一个丫鬟 大夜市不敢去碰莓果 只能拿白浩尘撒气 可这气还没等撒出来呢 外头有个丫鬟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二夫人 快 快到将军府去看看 外头都在传 说 说老将军不行了 大夜市再顾不上跟白浩尘着闹腾 扶着那丫鬟就往外跑 一边跑还一边喊 被撤 莓果坐在床榻上皱着眉合计 郭问天不行了 怎么就不行了 那老头子身体不是好得很 那是东秦有名的长寿又康健之人 甚至有人说 照他这种活法 真的有可能长命百岁的 这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 消息真的假的 如果是真的 那么昨日的将军府究竟发生了什么 莓果不知道将军府发生了什么 但田开朗知道啊 此时的田开朗正一个人在街上闲逛 一会儿转转茶馆 一会儿又逛逛戏园子 有时还在街头巷尾站一会儿 听听百姓聊天 听听小孩嘻嘻哈哈地唱歌谣 但无论是茶馆说的书 还是戏园子唱的戏 也不管是街头百姓闹得闲话 还是小孩歌谣里的唱词 无一不跟将军府有关 整个上都城的人都在传着一个笑话 说郭问天的孙子郭健 把郭问天的小妾给睡了 还被郭问天当场给堵到了屋里 郭问天气得背过气去 到现在都没醒 怕是要不行了 田开朗听得很开心 他知道这些事是阎王殿的人在暗中散步的 阎王殿的动作是真快呀 这才不到一天功夫就弄得满城皆知 郭家俨然成了上都城的笑柄 甚至更是让人联想到郭家跟冷家的那场婚事上 于是有人就说了 那郭老将军仗着自家势力 找上冷家非要求娶人家的女儿 还把自己孙子说得多好多好 结果呢 多亏冷家没干呢 那郭家的孙子是个什么畜生啊 自己爷爷的小妾都敢动 谁家的闺女敢嫁这样的人呢 他要是我家姑爷 我把他狗腿打折 不过话又说回来 人家是将军府的少爷 怎么可能是我家姑爷 得亏冷家咬住了眉影 否则啊 这会儿丢脸的就不只是郭家了 冷家也得跟着吃瓜了 你们说 那冷家姑娘被人鲁结的消息 是不是也是郭家乱传的 有可能 毕竟以郭家的人品 那一向是无所不用其极 冷家不给他们面子 他们还不得编出点事来 恶心恶心冷家呀 可怜了冷家的大姑娘 偏偏碰上这么一档子事 照我看啊 冷家姑娘被鲁结的事 是真是假都两说呢 郭家八成是编个谣言出来骗人的 冷家不是说了吗 人家姑娘是害怕 躲到外地亲戚家去了 罢了罢了 咱们不说这个 你们猜猜 郭将军这次能不能挺过去 不是传着他快不行了吗 对于郭问天能不能挺得过去这件事 人们的战队基本是五五开 一半认为他能挺过去 一半认为他挺不过去 甚至还有人为此开了赌局 天开朗满意地听着一切关于郭家的事 偶尔停下来 观察一下随身带着的蛊虫 一切正常 他很满意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有几个小私模样的人跑进茶馆戏园 也跑到了大街小巷 开始公开澄清冷若南北鲁结一事 他们明确地表示 自己是郭家少爷郭剑的下人 是郭剑派他们出来把这件事情说清楚的 他们说 冷家小姐根本就没有被人掳截 这个消息是郭家为了报复冷家故意放出去的 目的就是报复冷家不答应把女儿嫁过来 但是我们见少爷根本就看不上冷家小姐 所以对于家里老太爷的手段也是不屑的 咱们来呀就是把事情给说清楚 我家郭少爷是死也不会娶冷家小姐的 死也不会听从老太爷的安排的 今天呢 我来这里呀 就是把整件事情啊给做个澄清 我们郭少爷不欠冷家小姐的情 也不回冷家小姐生育 这一切呀都是家里老太爷做的 跟我们郭少爷他没关系 见少爷从始至终都只有一个心上人 绝不是冷家小姐 百姓们都懵了 这郭家少爷是疯了不成 这不是啪啪打你们家老太爷的脸吗 郭问天不要面子的吗 整这一出事为了什么呀 很快就有人分析明白了 郭家少爷这是要跟郭将军对着干了 你们可别忘了 他所谓的心上人那可是郭老将军的爱妾呀 他们两个肯定是在家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遇到了全家的阻拦 所以那郭少爷急眼了 干脆把事情说出来 让大伙都看清楚郭老将军的手段 这是要破釜沉舟啊 田开朗都快笑得不行了 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可是太知道了 请鼓一下 郭剑和那小妾就会一脑袋杂进爱情里 想出都出不来 为了爱情他们可以做出任何自己想象不到的事 想接郭问天老底这种事再正常不过了 严重一点的还有可能跟郭家彻底翻脸 两人来个私奔什么的 这也是有可能的 大夜市匆匆忙忙去了将军府 然而平日里都会直接请他进门的外公家 今儿个却是连个门都没让他进 他得到的待遇跟白浩尘一样 只由下人告诉他老将军有军务在身 不方便见客 请他回去 过几日再来 大夜市急得不行 抓着郭府的管家就问街上的那些留言 管家一听也是懵 就问他 表小姐 您是在哪儿听到的这些话呀 什么老将军快不行了 没这个事啊 还有建少爷的事 这都是哪儿传的呀 大夜市是郭问天的外孙女 郭家的人一直都习惯叫他表小姐 此刻听管家这样问 大夜市也顾不上分析 只告诉管家 我的丫鬟出门采办 听到街上留言 说我那表弟郭健睡 哎呀 就是他跟外公的那个小妾的事 外公急火攻心 怕是要不行了 我这才匆匆赶来 原本我也没信 可是这一路上 听到街上百姓都在议论这个事 好像都传遍了呀 郭家管家脸都摆了 传遍了 怎么可能啊 府里一直封锁这消息 怎么可能传遍了呢 大夜市脑子嗡的一声 这么说 是真的了 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主播小靠 这次在剧中演绎的角色是 中年坏大叔白星年 都给我去听神医毒飞 快去 出发了一个小姐 这次在剧中演绎的角色是 有点消息 对 这次在剧中演绎的角色 什么事 是 出发了一个小姐